5 4 3 2 1 开灯 2015台湾灯会 在总统马英九 行政院长毛智国 台中市长林嘉隆主持下 翠一灿灯场 今年台湾灯会移时到台中市举行 主灯吉阳纳百幅 高度达23.4公尺 是台湾灯会开办26年来最高的一座 身形简约时尚的金阳 全身采用新一代LED 屋时还会出现吉阳与台湾字样 配合雷射光束与绚丽的烟火秀 气势磅礴 今年灯会除了主灯所在的台中乌日高铁特地区 还有风园 台中公园 以及大理等副灯区 渴望吸引上千万的人潮 刚才跟林市长讲 他说大概有八百万人 我觉得他可能太谦虚了 两千我们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在苗栗就有八百万 一百零一年在彰化 增加到一千一百万 一百零二年在新竹县 到了一千两百万 我相信这个一定可以超过 马总统 毛泽国院长 林佳龙市长 也一同到祁福灯区挂上祁福卡 希望新的一年里 台湾能够喜气洋洋 民富国强 扬眉吐气 神采飞扬 杨口经文 杨正杰 下期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